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振振实验室 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在AE里面去制作一个呼出线 或者叫一个字幕条 就比如说像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叫上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在项目里面新建一个形状图层 然后在形状图层这里我们画一个圆圈 先画一个圆 就在这里画吧 好,画好这个圆之后 我们要把它的中心点归一下 按住option加cmd加home 这个中心点归了中心之后可以做放大 旋转 好 我们现在先把它做一个关键针 然后在这里给它做一个放大 前面再让它小一点 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复制一下 选这个,这一项,花加地,复制 我们把这个层改一个名字,环 然后把它的填充取消 然后给它一个外块 这个外块我们也用白色 然后可以在这里选中这个环 然后点这个,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按住shift,它就可以是一个正元形 好,然后我们再改变一下这个环的宽度 可以再调整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关键针 刚才在这儿,不小心多做了一个关键针 把它消掉 把第一层的这个球稍微调小一点 好 它的关键针的位置有点问题,修改一下 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环的这层 再给它复制一下 还是用这个花加地复制 环2 然后把环2再放大一些 在这里再放大一些 然后改变环2的透明度 转到这里 让它的透明度变成0 这儿呢,给它加成一个29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效果 就是一个 有一个圈盘出来的 这个效果 如果觉得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 可以把它再往后放一点 让它的运动时间稍微长一点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可以把这个两个环1和环2的时间 稍微凑开一点 让它看着更立体一点 好,现在我们来制作线 制作好这个球之后我们制作线 同样我们新建一个形状层 然后在这里用钢笔 我们画出这样一条线 从这里画 然后到这里 好,这条线 我们在这里点一下 打开 然后在添加里面 选择这一项 选择这一项之后 把这个三角点开 它就可以制作一个 线的生长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就在这里吧 开始做线的生长 开始是没有线 在这个结束这点一下关键帧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把它拉满 稍微有一点点满 好,那这个线组完之后 我现在再先做一个文字框 把它往这边拉一点 同样也是新建一个形状层 我们在这里直接选择形状就行了 选择一个 比如说一个方形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形拉出来 好 拉好之后呢 我们同样也给它做一个生长 在这里添加 这一下 点开 在这个线生长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给它一个关键帧 从这里吧 然后往后 把关键帧拉出来 前面这儿我们没做关键帧 再做一下 好 在这个位置 把它拉满 到下面也拉满 好 那这个 整个的这个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选选做一个合成层 然后我们给这个合成层 做一些闪烁的效果 找到透明度 打开关键帧 前面我们不管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突然给它一个0 打开关键帧 给它0 前面还是100 然后在这儿也是100 它突然消失 再突然出现 反复这么几次呢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 它就是一个闪烁的一个画面 好 就这种感觉 同样后面我们也想把这个文字框 给它做一些闪烁 在这儿加一个关键帧 在这里减成0 也可以稍微控几帧 然后减成0 然后出现100 空几帧 减成0 减成100 好 现在我们看见效果 它这个出现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这种 比较科幻的效果 好 下面我们给它加一个特效 光运的特效 给这个层 让整个这个层看起来 有一些质感 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科幻蓝 然后给它加一些蓝色进去 光运也可以再稍微调它一点 那下面就是文字了 我们要在这个框里边加一个文字 这样我们回到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加文字就OK 我们新建一个文字层 我们把这个文字层直接放到这里 调整一下文字的大小 好了 回到外面 OK 我们的文字呢也变成了这样 当然文字是跟它一起闪烁的 文字现在出现得有点早 我们让文字晚一点出现 跟这个块吧 同时 好 回到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文字 去做单独的颜色处理 好 我们如果把这个填充拿上来的话 它这个文字层呢 就会颜色不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 把我这个视频导入一下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视频层 在这里做一下切割 我们先把文字层关掉 就是手指指向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 我们把它切割一下 切割开之后呢 我们把后面这一段 单独给它做一个跟踪 点这个跟踪 然后选下这一项 左下这一项 然后我们把这个块 给我这个手指的位置跟踪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这个手指 它跟这个后面的衣服 稍微有点重色 所以把它的关键点给多一点 好 我们也可以从最后一阵进行跟踪 我们先把这个 放到最后一阵 把它放到这里 好 现在我们就反向跟踪 好 我们的跟踪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应用到 之前我们做好的这层里面 我们重新应用它 好 给它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好 把声音关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一下 我们这个层的位置 把我们这个层调整到 这个圆点刚好 跟手指能对上 调整这个值 好 让我们看一下效果 还不错 现在可能这个 我觉得这个字稍微有点小 把它放大一点 对 放大又不出现 又不出这个块 好 没有了 好 那今天的教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